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恒指今天高開了,高開的位置是日線5mA以上 試了一試日線5mA之後就已經向上拉陽觸了,收市就收了一支算是大的陽觸 接著是收低嗨的,升了618點,收25727點 這個大的反彈,如果早些看到一些訊號就會比較大信心會有一個大的反彈出現 看看是錯過了什麼訊號 最主要的大反彈的原因是因為日線有一個底背池 MACD 做了一個底背池,看到MACD後面是高於前面的 但指數跌穿了前面的底,即YC5跌穿了YC3 因為有這個底背池出現,所以覺得Y就結束了,就會開始一個SS浪 會不會說YC5的1,然後YC5的2,然後YC5的3呢 這個機會是小了很多,因為它是有一個底背池,所以這個機會也小很多 但只能夠說是排除不到,排除不到的 會不會說反彈到譬如0.618 大家看看如果是反彈0.618大概是哪些位置 因為如果是在做YC5的2的反彈呢 它都會是反彈的YC5-1的某個比例 所以量度一量 那看到呢 已經是反彈了YC5-1的一半 它現在如果收在下面那些MA,例如5MA下面 可能就會出現那個YC5-3 這裡可能會這樣反彈完 再下 那都要收在5MA下面,甚至乎是收在8MA下面 那才能確認到 如果不是它都可以回一回 或者收在下一個YC5-380的比例下面 那才有機會是向下的 如果不是呢 它可能就算回一回 它都可能是站得穩 再繼續向上 還有它這個4小時足 它都未收的 它可能是收到在上面 如果這支收不到在上面 也可能是下一支收 總之它就收不到 即是沒有收到5MA下面 它依然是繼續做陽足 或者逐漸站穩這個比例都可以 這樣 但因為它有一個日線的MACD底背持 所以就覺得 覺得現在這個浪 有機會是一個 SX浪的機會比較大 如果是SX浪 就會升穿 這個底和這個底 中間的高位 這個機會都比較大 那就是26800左右 那因為看回 過去 出現這個日線的MACD底背持 也會是 之前都試過 都是升穿中間的高位 看看 2016年的走勢 那看到這裡是 2016年的1月2月 那看到有MACD底背持 然後走勢就是上回水線 即是快慢線也上回水線 然後也升穿了這兩個底中間的高位 所以如果是 這樣的話 所以現在覺得 現在的走勢其實也有機會 升穿 也有機會升穿這個高位 那MACD方面就會上回水線 唯一有憂慮的就是 因為如果 行指要這樣升穿上去 那就是 尾股會升得比較高 那尾股的連線足 就會長得比較 難以置信 可以看看尾股的連線足 那 看看尾股的連線足 先看看尾股的連線足 看見尾股的連線足 已經是非常長 雖然去年是 好像更加長 但已經是很難再長的一個地步 所以覺得上面的空間 其實就不會太多 就算是 再長一點 再長一點 應該就會在那些位置 就會跌下來 就會開始做連線足 一個上影線 但也不可以說 怎樣為之 是長到 不可接受的地步 是很難解定的 只能夠說 就是 只能夠說 恆子這個反彈 究竟會不會升穿27,000 這些位置 也好看對美股會不會有信心 美股的連線足 會不會真的這麼長 可以去到 看看信不信這件事 看看道指的連線足 同樣的 也是很長的 也是很長的 那就是 看看恆子現在是行的什麼浪 首先看看昨日數的浪 昨日數的浪 四浪 沒有跟一浪重疊 前面一浪 一浪 二浪 三浪 四浪 到四浪這個位置 還沒有跟一浪重疊 所以還接受 這個位置 但是要觀察的就是 他下去那一下 看看會不會是行 一二三四五 那 他去到這些位置 就是那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他站穩5mm 因為如果是數錯浪 他就會一直站穩5mm 一直上 所以這些位置 其實就是 如果是穩定 起見 就等他收回 5mm 確認了 他是轉入 下跌三浪 才看淡 如果是穩定 就是這樣 如果想著 捱了這個反彈 有可能會是 數錯浪的情況 就會這樣 一直上 就會升穿這個頂 看見昨天的數法就是 就是這樣 那就不對了 因為他 因為他 這個回套 回套了 不夠70% 然後又再升穿這個頂 這裡就是 WYZ 就不對 就是說 這裡就不是一個WYZ 不是三重的 不是一個WYZ 不是WYZ 它又會不會是一個WYZ 譬如說 這裡是一個 WYZ 然後這個是Y 這個是SS 然後這裡是Z 全部都站穩5mm 這個是Z 也不對 因為他 根據波浪規則 在這裡 裡面的浪 WYZ 四個浪 之中最短的浪 就是這個S浪 Z浪 不能多過這個S浪的5倍 所以 量度一量就會知道 看到它是長過5倍的 這個Z浪 就是這個Z浪 已經超過了 這個Z浪 已經超過了這個S浪的5倍 所以就不成立 所以這裡 不是一個W 不是W 這樣數法 也是不確定的 所以只能夠 這裡是一個W 或者這裡是一個A S浪 或者是B 就只能夠這樣 所以W 如果相信這裡是一個三浪的結構 那就是行一個W 行W 行W S浪 看到它是回得少 所以它就是一個 Double ZZ Double ZZ Y浪 就要最少是一個S浪 在一個Double ZZ 裡面 Y 最少要是W 0.9 就是90% 看到這裡是W S Y Double ZZ 這樣 所以 現在應該還是還未完成 還有這個是最少 要留意 就是這個位置 最少要到這些位置 當然它可以去到1比1比例 25,900 甚至乎更高 甚至乎更高 也可以 所以 這個位置 中間會有調整 比如A B C 是一個W 然後這個S浪 這個Y 要留意 就是 如果還未到這些位置 之前 回套 這個位置 應該是Y裡面的B 可能會有些情況出現 它還未到25,820 還未到25,820 然後它會 如果調頭 就是Y的B 它會有一個Y的C 這樣 才完成那個W 還有一點要留意 就是 還有一點要留意 可以提醒 就是 很多時候 那些網友都會問 就是 例如 用這個浪 為例 他們會問 升穿哪些位置 才能否定到跌浪 升穿哪些位置 才能否定到跌浪 其實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看 就是 不要用升穿哪些位置 去否定跌浪 就是 如何去到 確認跌浪 也是另一個方法 例如 如果這樣 浪上去 很明顯是升穿了這個位置 就可以否定跌浪 但是 如何確認跌浪 可以用那個5mm 它如果去到這些位置 站穿了之後 如果它再收到5mm下面 才能確認到它這裡有跌浪 如果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 不需要去到這些位置 才能否定跌浪 只需要在這些位置 就已經可以 不看淡 等它再收到5mm下面 再看淡 在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停止了看淡 就比升穿這些位置 才停止看淡 就是用另一個思維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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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暫時看 還有留意 就算稍後 還未到這些位置 之前 收到5mm下面 也可能是 Y裡面的B 還有Y裡面的C 因為Y分成ABC 當然它可能會一下 直接上一隻上 這樣 這個位置其實也算是保守 看好的算是保守 這個結構 當然這個可能是一個1浪 就是 反彈浪更加大規模 就會行一個 1 2 3 4 5 然後才完成一個反彈的A 然後回一回 B浪 再行一個C 反彈會很高 這個位置已經算是保守 這裡會不會有一個 1 2 3 4 5 當然就排除不到 因為它 雖然裡面的浪 沒有很仔細地數 但是 起碼它那個4浪 沒有跟1浪 重疊 所以 而且 這樣看下去 比較粗略 都數到5浪結構出來 所以 如果這裡是5的話 現在 看到 企穩1比0.6 100 下個位置比較普遍 都是去到 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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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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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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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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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如果看到回复太多回复的话,就不要再回复回复,不然我就回复不了 看看上证指数就完了,上证指数看到就升穿了之前,可能是ABC的B 就已经升穿了,升穿了就大机会是会再升穿前面这个顶 如果它没有再收在5MA下面都可以的,都是继续看照片 看看会不会是在这里有一个ABC的关系 看会不会是这样有一个ABC的关系 看到如果是这样,下个位是挑战3538的位置 因为它站穿了这个extension的0.5,下个位应该是0.618 甚至乎是1比1的,当然中间也有0.786 看到1比1就是3626,3626 看看图子的走势 看看图子的走势,看到四小时图 因为恒子的走势也偏向是看好一点点 所以反过来就推断这个图子 就像是在走过3455的位置 即是8月19日的低位,偏向是有个上证5浪 暂时就在做4,看到1在这里 即是1,2,3,3 现在开始做4,有机会 做完4之后还有个5 看到1和3浪都没有延伸 可能是5浪会延伸 当然也要看看这个是否真的是4 如果还未是4 如果还未是4,当然后市会更加高一点 因为只是在继续3 看看现在算不算是有个合格的4浪出现了 还未合格 这个4浪 还未合格 这个4浪 起码要去到3,5,3,3,2 3,5,3,3,2 这个4浪 起码要去到这个位置 才算是一个4浪 暂时也确认不到它是4浪 1。5浪 希望它会不会 esquer组跑 因为如果没有再跌 可能只是三浪里的一个小小的调整 暫時這個浪應該就未見頂了 如果他再繼續上去的話三浪說不定在2.618這個位置 35772 暫時倒置如果是跌下去應該還有一個高位 甚至乎如果他沒有跌下去應該就近了三浪 看看納子的走勢 看到納子的日線圖 他在今年的7月19日站穩了34ma 然後破頂 也是用行之去推斷 他應該在走某個級別的一個五浪 也是1 2 3 4 5這樣數 因為中間看到他的條繩都比較小 這個就不像是四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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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四浪未出現的話 就是他在做三浪 所以看他三浪的比例會去到哪些位置 看到15605也有機會 他也站穩了1.618 所以這個是一個走一個五浪 結構的機會都大 這個是一個上升的三浪 暫時看到他的調整 都未足夠做過四浪 所以應該都是 即是還未升完 看一看黃金的走勢 看到黃金的走勢 應該是五浪延伸了 看到1 2 這個是四小時圖 四小時圖 在8月9日 在8月9日做了一個 金面的最低位 大概1668的位置 然後就走一個大的一浪 看到裡面的子浪 就是1 2 3 4 然後這個就是五浪一 然後這裏是五浪2 五浪2 沒有跌穿過4 所以都是符合五浪2 現在走到 類似五浪3 走五浪4 可能有機會破一下頂 五浪5 到時就會回落 到時就會調整 這裡的波幅調整 這裡的五浪做完美 很難說的 所以這些位置 就可以分段 看淡 有機會 最少 調整 20% 應該都不會20%那麼少 最基本的調整 現在都是1778 大概是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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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不像那麼少 通常都會多些 可能就1737至1753都會有機會 看看原油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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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分成ABC C全部都是陰燭 然後一出一枝陽燭 之後 有機會是完 走完 走完WXY 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 就是會升穿 頂 就是會升穿 今年最高位 第二個可能就是會走一個 XX浪 X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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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高過X浪 然後才會走一個Z 這個 做完整個 整個 好大機會都會破頂 這樣 看看如果現在是走一個XX浪 大概會去到哪些位 XX浪 有機會和X浪有關係 通常都是1比1 就是這樣 看到有兩個位置可以看 70.89和68.73 就是1比1和1比0.764的位 可能去到這些位 就會走到Z浪 或者去到 高一點 70.89 就會走到Z浪 現在應該還有一個高位 甚至乎 如果這個見到底 可以升穿這個頂 即是說 如果它站穩到70.89 應該都會去到76.54 才穿到今年的頂 看看 美元指數的走勢 看看美元指數的2小時圖 2小時圖 然後它就站穩 5MA 看到是STC MACD 看到也是出了空隙 快慢線也跌出 Histogram 金叉就有了 STC金叉就出了 然後要站穩 5MA才確認 看到 站穩了 站穩了之後 也沒有破底 所以現在應該這個位置 也似是見到底 看到底 那就開始 開始 看看究竟這裏是什麽浪 如果跟之前的分析 應該都可以升穿這個頂 因為周線圖有些位 周線圖有些位都應該還未到 首先就是那條89MA 首先就是那條89MA 因為曾經都站穩過 站穩過55 站穩過55 應該下一條就是89 也要碰到 這些 除了MA 另外就是 比例方面 它1比1比例都還未到 它站穩過0.764 應該都可以去買1比1 現在應該有機會 今個禮拜試了3MMA 看到跌穿了3MMA 綠色那條 有些支持 應該來緊都是 都會收回 今個禮拜收羊竹 應該難些 但都 似是縮回下影線上去 今天這條片就拍到這裏了 喜歡可以給個讚 還未訂閱 YouTube也可以訂閱 也歡迎出來給朋友看 也可以考慮 將YouTube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